女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 面前还有两位等待开饭的老太婆 她怎么也没想到 因为自己一时疏忽 竟被抓到了恐怖的食人区 在未来受社会环境影响 一些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 便会被印上标号 抛弃在门荒之地 成为不被认可的次等人 悲惨女孩阿伦就是这样一个特例 而在沙漠中心与边缘地带 分别是食人区和舒适区 生活在这两片区域的人类 都是被现代社会抛弃的刺疼人 阿伦的运气非常不好 刚进入沙漠地区 就遭遇了可怕的食人族 对于免费送上门的食物 食人族从不会心慈手软 先打上一针消炎药 再切下自己喜欢吃的部位 为保证食物的鲜活度 他们还会用烧红的铁锅碟 对准伤口 撕拉一声完成止血 深夜阿伦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虽然短时间内 食人族不会再找他麻烦 但阿伦明白 若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 最终他想到了一个 非常恶心的主意 第二天 在老太婆震惊的眼神中 阿伦居然把粪便抹在了身上 以为这样就会让对方难以下嘴 哪成想老太婆根本不怕 随即解开阿伦身上束缚 把他拖到干净的地方 打来一桶水 准备清理污秽 阿伦一瞅这哪行啊 于是趁老太婆去打水 他偷偷藏几根钢筋 等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 直接一击中击将其撂倒 接着又狠狠补了几下 眼见四下无人 阿伦强忍断肢疼痛 不复前进爬进垃圾场 幸运找到一个滑板车 他赶忙翻身躺在上面 一点一点逃出了食人区 只可惜没逃出去多远 阿伦就要坚持不住了 沙漠地带高温难耐 没有水源补给 加上身负重伤 阿伦就算是铁做的 此时也得降降温才行 围在旦夕之际一个石荒大叔出现 不仅没有嫌弃阿伦 还把他抱上了手推车 两人一路跋山涉水 就这样走了好久好久 最后来到了舒适区 这里的民风与食人区完全相反 每一位居民都极具爱心 经过五个月的康复治疗 阿伦除了断臂残肢无法长出来 其他地方早已恢复如初 可能是为了照顾阿伦情绪 居民们还给他安了一个假之 舒适区的生活惬意又安心 与大都市和食人区相比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阿伦本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然而身上伤残却成了他的心魔 时常会因为外表缺陷而陷入痛苦 阿伦尝试了多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还是没能熬过这一关 此等大仇必须得爆 他搞来一把左轮手枪 等着枪把大成后走出舒适区 阿伦一路向北而行 走了两天两夜 终于来到食人区附近 寻找目标的时候 他在垃圾场看到了一对食人族母女 女人受伤很重 简阿伦拿着手枪走来 连忙求饶放过他们 阿伦一脸冷漠 表示自己也曾经这样说过 可结果呢 老娘不还是被你们害了吗 阿伦无视女人哀求 果断抠动了扳机 但让阿伦诧异的是 女人死后 她的女儿却没有表现出一点伤心之意 不知道是被吓破了胆 还是因为她父母是食人族 早已习惯每天有人死去 出于同情 阿伦把女孩带在身边 一起回到了舒适区 并给她买了一只兔子当玩伴 与此同时 阿伦还不知道 小女孩的父亲可是一个食人族壮汉 绰号海王 战斗力更是天花板级别 眼瞅着太阳都快下山了 自己的妻女还没回家 海王心中顿感不妙 随即拿上画像开着摩托 在沙漠中寻找起来 出来也巧 阿伦带走女孩时的场景 刚好被石坊大叔看见了 见识到海王画意精湛 石坊大叔难得露出笑脸 最后让海王给他画一张画 才把女孩去向告知了对方 只是 两个族群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海王贸然去找人 说不定还会嘎在那里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傻呵呵的阿伦却自己玩脱了 当晚 舒适区举办了派对 受现场氛围感染 阿伦嗑了几片药 转个身的功夫 就把女孩弄丢了 迷迷糊糊 他来到镇外寻找 刚好碰见来到这里的海王 一手对方是个肌肉男 阿伦当即脚下一颤 栽进了海王怀中 此日一早 阿伦从睡梦中醒来 当看清昨晚的男人是石人族后 把自己埋在哪 他都想好了 好在海王现在还不饿 他拿出女儿画像 询问阿伦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阿伦看完心里更没底了 担心讲实话会被干掉 点撒谎说没见过 海王听完并未为难他 而是与其达成一笔交易 答应把阿伦送回舒适区 阿伦则需要帮他找回女儿 一路上两人走走停停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阿伦故意在沙漠中绕着圈子 就在海王耐心全无时 一个黑人急着摩托来到他们的面前 他从后座上拿下一桶水 表示想用水跟海王交换阿伦 沙漠气候炎热 没水寸步难行 海王犹豫凉渺 同意与黑人交换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演出来的 显然从一开始 海王就没打算放过黑人 两人骑上摩托继续赶路 眼前距离舒适区越来越近 阿伦又开始了耍无赖 表示自己想方便一下 其实是想法子怎么干掉海王 这是沙漠刮起沙尘暴 海王贴心拿了一块布 帮阿伦挡住飞沙 看着对方冷酷的面容 阿伦一时间竟然有些吃了 当晚两人找到一个地方歇脚 海王异于食人族的作风 让阿伦倍感好奇 这么优秀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沦为次等人 海王颇为无奈 表示自己是一个古巴人 因为没有身份证来到美国 而被认定成非法移民 一点补救措施都没有 就把他放逐到了蛮荒之地 为了寻找逃命机会 阿伦有一句没句的和海王聊着天 然后趁其不备 抢过匕首威胁让他离去 被料到海王根本不怕 他一步一步逼见阿伦 就算被匕首刺伤 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阿伦彻底被这股男的魅力所征服 眼见两人就要发生点什么 海王突然被一枪命中 居然是舒适区的人来了 阿伦的命运还挺好 男人只是恰巧路过 便顺手把他交走了 可回到舒适区的阿伦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满脑子都在思念海王 整天过得郁郁寡欢 倍感煎熬之际 他冒险来到镇外寻找 结果只在两人最后待过的地方找到一本画册 回到舒适区 阿伦又开始盯着画册发呆 沉思许久之后 决定去帮海王找回女儿 他把画像印了几千张 分发在城区各个角落 同时询问路人有没有见过女孩 可惜找了许久依旧没有收获 就在阿伦无比懊悔之际 突然看到女孩和一名孕妇在一起 孕妇是镇长老孟的爱妃 原来在派对当晚 女孩走丢后被老孟撞见 见她长相俊俏 便私自把她带回了豪宅 打算当成童养席培养 老孟是舒适区的创造者 拥有绝对权利的她 也是所有居民崇拜的对象 但始终没有人察觉 老孟为了控制他们 时常会拿出置换药免费发放 阿伦鼓起勇气走进豪宅 发现表面看起来像是正人君子的老孟 实则与小镇上的多数女人都有染 若不及时救赎女孩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阿伦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三言两语便把老孟迷惑住了 等到私下无人 阿伦掏出藏在甲子里的手枪 挟持了老孟的爱妃 并用两命换一命的手段 成功救回了女孩 因担心老孟反悔 阿伦挟持爱妃走了好远 感觉彻底安全后才把对方放回舒适区 虽然阿伦救回了女孩 却要面对更为艰难的抉择 舒适区是回不去了 时人去那边他又不敢去 倍感绝望之际 海王骑着摩托从远方出现 原来上次与阿伦分别后 禀死的海王被史荒大叔相救 大叔就像生活在沙漠中的天使 无论哪一方的人都会无私拯救他们 在大叔的细心照料下 海王很快恢复了伤势 之后便马不停蹄的赶往舒适区 妇女再度相逢 海王别提有多高兴了 而阿伦也没有被抛弃 两人都对彼此互有好感 也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 最后一家三口选择在交界处安家 不再被规矩所束缚 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 《劣质爱情》上映于2016年 是一部小成本的软科幻影片 演员阵容强悍 演绎的内容同样炸裂 经过导演融合重构后 散发出强烈的后现代审美特质 四等人的世界观设定 很好地讽刺了现代社会中 因财富歧视不平等 所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 公共资源分配不公 导致底层民众难以获得生活保障 文化和价值观单一 就会引发更紧张的冲突 所以人不应该被分为369等 无论其背景如何 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